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这讲座也颁得太不用心了吧 对此总统府只能够尴尬地澄清说 讲座并不是府方设计的 详情得要问体育委会 这位体育委会主管体育事务 对于台湾最优秀的运动员 出了如此的错误 也实在叫人觉得太离谱 大联盟台湾赛马总统颁奖给王建民 还顺手比了一个赞 这本来是好事一桩 不过仔细看 这讲座上的王建民球衣 居然还是纽约洋机队图案 人家转到华盛顿国民队 已经好几年 这个球技又恢复先发登板 马办执行长金普冲 九月份还大老远飞去美国探访他 怎么还会搞错啊 看到这个马英九在颁奖 这个台湾之光也不是很用心啊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也希望马英九对体育啊 也能够多用一点心啊 王建民在哪一对身体健康状况 和拿下几场渗头表现牵动 台湾人的心 总统当然知道才会颁奖表扬他 直总小地方怎么会吐垂 府方有话说 这个讲座不是总统府这边制作的 那后续我会请体委会这边 来跟各位做说明 上次曾亚尼LPGA女子高尔夫球赛夺冠 总统加油流到山寨版脸书页面 已经摆过一次乌龙 这次颁奖球衣又弄错 也让总统关心体育的用意 因为初心打了折扣 体别新闻综合报导